我发现其实是这个东西 最简单最基本的东西 这两天为了做这个沙龙 我认真的被课 但是今天呈现给大家的一定很简单 因为我觉得高手一定是 不是让你看不懂 是让你一听就明白 一讲就明白 然后愿意去做 这是一个真正的高手要做的事 所以呢 这两天我一直在认真的复习 所有的东西我就看了一遍 我特别高兴有这个沙龙的机会 其实成长最多的是我自己 因为很多知识可能在这 但是好久不用了 因为而且刚开始创业比较忙碌 其实敬亚先来看书的时间并不多 但是这两天我又开始熬夜了 虽然影响我这两天健身的状况 但是我那天跟 我跟Nikki还聊天 我就灵魂升华那么一点点 所以今天来沙龙是对的 我们每个女性在生活中 担负着很多的角色 你可能是妈妈 是妻子 是儿媳妇 你还可能是我公司的一个leader 或者是非常重要的岗位 尤其像我们今天这个年龄 但是一定要留出时间给自己 我们今天好多的女生过来 我都很开心 说这个衣服好久没有穿了 这活动要多搞 这样就可以穿那么漂亮 对的 我们一会就经常搞这个活动 那作为第一次沙龙 我觉得我要定位是什么 定位就是RMF 就即刻健身 Inmediate Fitness公司 它的文化定位 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们希望在这的每一个人 成为更好的自己 去规避中国的传统文化 跟隔壁邻居家的谁是谁去比 我们从小是被比大的 所以每一个姐姐能到我这来 跟我健身的时候都说 哎呀我好久没有跳操了 才词都是一模一样的 全是中国人 我好久没有跳操了 我怕我跳得不好 我想who cares你跳得好不好 您不是参加什么比赛 比赛健身 小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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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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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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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们往前站 为什么每次要往前站 拿到我的能量是不一样的 今天坐在第一排的 比如说Sophie 这个位置大家留给她的 她拿到能量肯定不一样 对吧 肯定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也是老师 我也是学生 所以让他们往前站 他们说什么 不好意思 我跳得不好 没人看你 没人看你 他们都在看教练 所以以后往前动 包括今天也是要往前动 然后回过她来 就是我们的信条 成为更好的自己 always 任何方面 所以我想 如果我可以办到的话 我希望尽我的力量 让每一个女性 成为更好的自己 在各个方面 以健身为切入点 然后呢 这是我思考的 我们公司的文化理念 专业 密 时尚 我要努力 我要学习 情 热情 和关怀 今天这个不是重点 以后有机会详细的给大家去诠释 我相信我维持的用我的行动去诠释 这四个字 那么今天要讨论的几个问题 其实我在广告上你打出来了 第一运动是怎样产生的 都等着我给答案是吧 你们要自己思考一下 第二 脂肪是怎样形成和消耗的 第三 吃出来 吃 如果不消化 就直接走不掉了 它还是没有个身体利用 人体的能量代谢听起来 特别的高大上 这个词能显示出 我有一点的功底的 就是糖脂肪蛋白质 是怎么消化掉的 其实这个第三点 是包括了第二点的 但是因为大家特别重议减肥 我就能把这一点 把它提出来讲 从逻辑上来说 这个是包括这个 嘿 You are so smart I need a sense 对对对 就是这个 最后一个就是 肌肉是怎样增长和流失的 其实这个是我希望大家最关注的 第四条是最关注的 因为我们长期有一种健身的不须 健身就是减肥 谁跟你讲的 谁跟你讲的 为什么健身就是减肥呢 那是因为商业的操作 我们都被商家收了智商税 因为他想卖减肥产品 他就不停地告诉你 健身的目的就是减肥 所以一般来说 一个健身房 他去卖套餐 都是减肥套餐 没有说增肌套餐的 不会怕把你吓跑 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文化固区 那我到加拿大以后 我特别开心的是 所有人都不是我胖 因为我在中国 我的身材比这个略丰满一点点 因为一点点 其实也是正常的 但是基本上就买不到衣服了 然后在院里面 他们就会说 那个小胖子 其实我觉得130多斤 还好 你要做一个130多斤的肌肉女生 跟120多斤的非肌肉女生 我还是显瘦的好吧 可是他们就喊我胖子 我真的觉得自己挺胖的 外号小吴胖子 真受不了 然后到了这以后 第一次听老外夸我说 你身材真棒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太喜欢这儿了 对不起 我就是个女生 我很虚荣的 然后慢慢发现 原来那么胖的人 她活得还是那么自在 然后我就开始思考 我们的文化 是不是一直在PUA我们自己 所以我们要作为 我们这个时代的女性 我们是不是要跳脱出这种东西 去跳脱出这种 对我们身体形态的这种 和这种技步 所以我们一定要认为 自己是最美的 自己是最美的 如果今天对自己不满意 不是因为自己不美 是因为自己想更美 在这样一个理念基础下 我们开始健身的时候 你的能量是积极的 而不是这种被逼得 实在受不了我来健身的 但是也行 总比不健身好 所以在这个各位 你们真的很漂亮 给自己一个掌声 好 我们来到第一个问题 答案只给 这是我的性格 运动是怎么产生的呢 有大脑 有三个东西 一个大脑 一个是神经元 一个是肌肉 大脑发出指令 通过神经元 传达到神经元 所控制的肌肉 把这个指令给到肌肉 肌肉听明白了 肌肉就动 肌肉没听明白 肌肉就不动 所以如果一个高效率的运动 是有三个部分组成的 大脑给的神经冲动 强度一定要明确 要强 它给的这个 大脑的神经冲动 是用一个叫做 动作电位的东西 它是有生物静电的 去传播的 这个强度给的越大 这个动作产生的 这个效率越高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神经元 神经元 我们可以往后看 我待会就跳过来 跳过去不看 看这个 对 这个就是神经元 看一下 大概意思一下 作为一个人 你要知道 你身体内部 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神经元 讲得特别奇怪 前面这块 就是真正的神经细胞 但是它的细胞 上面有竖突 这个竖突像电网一样 它跟其他的神经元 产生联系 所以这个神经冲动 是可以相互影响的 就是 给一个冲动 实际上是一片 如果你们看到 静电图的话 一片都是亮 大脑 大脑神经冲动 那这个时候 它通过 嘴翘 就是长长的尾巴 到达轴突 轴突是最厉害的地方 说不要知道的 轴突会发出很多 神经纤维 这个神经纤维 就会连在肌肉上 那么所有的信号 是通过这个 这个传导图定 啪响到这儿 最后 这个信号给了 他以后 他读懂了 让我收缩 还是让我收张 我就听话 那么实际上 如果大家记不住 不需要记 你们都不考试 考试的话 要把那个位置全记下来 你们不用考试 甚至于名字都不用记得 你就知道一个东西 圆圆的 上面全然突出 它可以跟其他的细胞联系 然后通过一个尾巴 尾巴后来分散吧 分散的东西 最后到达 到达GCNV 然后把这个神经冲动 传给GCNV 这个时候 大脑的任务就完成了 这个其实我们的神经元 是一个传输系统 还有一个传输系统 今天我不讲这么复杂 我们只要知道 运动是怎么完成的 运动完成以后 其实大脑还有反馈的 要纠正 到底做的对还是不对啊 力量够还是不够 是不是我们学新动作的时候 比如我教你们一个新动作 是不是一开始跳得特别错啊 是不是特别错 那个时候你觉得 我好笨哦 你太 真的太笨了 你不能用一开始 神经不会做的动作 来炸着自己 你不笨 你的神经和肌肉 在学习 这个冲动 比如说我 吴教练 跟你们做一样的动作 是我教你 我一定做得很好了 那么我这个冲动的 效率一定是非常高的 而且非常准确 我要动人的肌肉 也是非常精准的 你就不一定了 你可能不该动的 你再动 不该动的 也在动 该动的他没动 所以你动作会不协调 使不上劲 有很多很多问题 那么思考的顾客 一定要感觉 一个动作做完三组 第三组一定比前两个好 说明什么 你的肌肉在学习 也就是说 当你在训练的时候 遇到挫折的时候 你不要着急 不要急着去否定自己 我说吧 我就是弱吧 我从小就怎么样 最讨厌听这个话 什么你从小 你从小听错话了 不是你爸妈炸着你 就是你体育老师炸着你 我也是体育老师 我从来不会说 这个人先签协调性不行 这个话我觉得特别伤人 而且我不觉得 我有这个资格 去讲别人这个话 你凭什么去带别人 我没有发过这样的证书 你可以判断这个人的 协调性好还是不好 协调性是可以锻炼的 协调性是什么 后面我会再去 通神机学的角度来说 现在就讲 协调性就是 举个例子 如果我做一个 二头肌的动作 做个这个动作 这个时候 我的二头肌是收缩的 那么它的对抗肌 是三头肌 三头肌是舒张的 那么这个时候 大脑就会去协调 一部分神经元兴奋 手索 一部分神经元要抑制 要舒张 但是当你没有 都够充分锻炼的时候 它就会将 有的动作看去 就是难受 就是该收的不收 该放的不放 这个叫不协调 这个是可以锻炼的 这个不断地给语言刺激 不断地给触摸刺激 不断地去看 然后去想 这个人一定会进步 所以只要你不让 practice 你就会进步 区别在于 有的人快 有的人慢 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只要瞄准自己的目标 所以我觉得 我的课题过来 你要有信心 每个人都可以 我还是你一句话 可能你不是奥运冠军 但是把你放到体特院 四年以后毕业 你是个非常优秀的体育老师 Just like me 所以没有问题 给每个人要放开心 我今天只是学了这个专业 如果学了那个专业 按照那个专业的 去训练和刺激 我毕业以后一样很棒 也可以做教练 好 回去 回到刚才第一张图 比较复杂 你们只要记住三个元素 蛋了 蛋了的运动区域 在中央前回的四区和六区 不够管 然后它往下传递 经过脊柱和脊髓 脊髓 脊柱上面有很多 就是开叉 它的神经就会像树一样 往旁边叉 所以脊柱特别的重要 脊柱特别重要 它相当于就主干道 如果脊柱的 比如说腰队键盘 被压住了以后 所有跟它相关的 脊柱中间的神经 它的分支 它所控制的 往下的所有的脊柱 都会受影响 所以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每次跟你们训练 天天都说 脊柱中立位 脊柱中立位 中立位就是在它的 这个直的位置 好像穿这个 做这个动作 在这个比较直的位置 所谓的中立位 就是一个人 他正常的 身体弯曲 应该是什么样子 看一下 这个就是中立位 这个就是中立位 但是我们大部分人 不是这儿不是中立位 就是那儿不是中立位 这儿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 金架固前旋 比如说 头背 比如说喷骨剪肌 这个衣服实在实 对 所以全部要在中立位的时候 人体是健康的 如果你的姿态 一直保持中立位 这辈子什么腰椎签牌了 什么紧绝了 跟你都没有半毛钱关系 所以 但是我知道 今天凡是40家以上的姐姐 基本上都有问题 不是老了 是你的肌肉 已经受不了这么长时间 被你折磨 存在 用一个不正当的姿态 活了这么多年 他累了 他那个肌肉 相关的肌肉累了以后 他相关的关节 就出问题了 就这么简单 然后你找医生 医生 现在我是真的不明白了 医生就是按照 书本上学的东西 不是说不要请医生的 他只管 你的病情出现了以后 我怎么用药物 或者理疗方法去应对 他不帮你解决根本问题 解决根本问题靠谁 Right 根本问题就是 你要知道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 一个现状 一个病状 我怎么去 努力去克服 你要知道一个坏习惯 是几十年形成的 所以很多人跑我这来 问我说 我三个人能受多少 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 特别业余 就是我知道的越多 我越难肯定能回答你 因为太多因素在里面了 好 我们回到这张图 我刚刚讲到是三个位置 第二个是什么 叫神经运动神经源 运动神经源就是神经 最后呢 就是极纤维 好 我们下面介绍一个概念 看看 我可以写上去 没有 我要 好 那么 我想 是这 这 其实我控制原理 在运动训练中的应用 这个非常重要 就是我希望大家训练的时候 练习的时候 就眼睛 思想要集中 思想集中说的是什么 大脑给的神经冲动 够强 够强 然后呢 它有一个是能力的问题 然后呢 我们我们举个例子 如果这个人已经长期 不做任何运动了 我今天突然他做错 他肯定是蹲不下去的 他蹲不下去 就觉得要弱身 这个样的势足 一个是肌肉力量 肯定是不如以前了 还有一个就是 他的神经不够兴奋 不听话 肌肉不听话 就是你的这个神经冲动 不能通过神经源 有效地传递到肌肉上去 这个时候要训练什么 训练神经肌肉控制 并不是一定要 多好多好多铁 我每次一交信动作 你们都问我 做几个 我想 是不是做几个的问题 是 是你们会做吗 你现在知道怎么发力吗 你的神经 跟你的肌肉连接下来了吗 你不要着急 我每次都不要着急 所以我今天要把你们 一起请到这 来跟你们讲一遍 你首先要关注 动作是怎么完成的 我的动作准不准确 我有没有有效地调动 我需要的肌群 如果我只关注动作 很可能我的目标 肌群没练到 带长了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如果我的肩膀有问题 我今天要五十肩 我要做上去 我举不上去了 是吧 我抬肩膀 我完成了 我做了十个 有什么用呢 我要练的是三角肌 结果你用的是背科肌 用的是肩带肌群 把它整个带长上去的 所以不要关注动作的完成 要关注动作技术 要关注于我的目标肌群 如果你是一个被我训练过的人 你会问我 这个动作是练哪里的 这个回答是正确的 那你练的时候 你就要考虑到 我就是练这儿练那儿的 所以 那么一开始在训练的时候 弱是正常的 那很快通过你 就是运动肌肉控制的 这种提升是来得很快的 就是说你在运动前期 你会进步很快 你会发现自己好棒 其实它只是 这个方面能力提高了 不代表你肌肉变强了 理解我说什么吧 所以你要清楚 在你运动的过程中 今天我准备通过运动来健身 我发现 哦原来这样这样这样 这是什么造成的 那是什么影响的 我就会很理智 就不会哎呀 哎呀 所以在网上随便看 什么讲一句 好多网红瞎想八道的 真的是瞎想八道的 就真的不要看 你要看他的背景 这个人有没有受过 这类的教育 就是还是 而且网红给的东西 是特别是顺应人性的 就是轻轻松松剪掉 什么什么多少 可能亲爱的 什么事都没有轻松的 天上掉下饼的事 特别是健身 any drops of sweat 每一汗水都是值得的 天上不会掉下饼 特别是健身 所以每一个身材很好的人 运动能力很强的人 是值得尊重 好我们下面讲脂肪了 第二个脂肪 脂肪来源于两个途径 一个是吃 肯定是吃 还有一个是自己身体 还能合成脂肪 为什么呢 还是吃完又没用掉 然后都变成脂肪了 我们来看一下 我自己画了一个图 我觉得已经够简单的了 我希望你们能看得懂 一个脂肪通过 摄入 食物的摄入 进入我们的胃肠 在胃肠经过物理消化 和化学消化 然后变成脂肪的化学 名称叫甘油三脂 就分成甘油和脂肪酸 记住了吧 就这两个东西 这两个东西 好 那么甘油和脂肪酸 主要的吸收部分 在小肠 通过小肠 进入血液和淋巴循环 这个能理解吧 太棒了 你们高中的时候 收拾的都很好 好 进入淋巴循环以后 然后呢 这时候在血液中 就可以被利用了 您说到 这个是 把膝盖腺立体 两个概念 把膝盖就是 比如说 跑过我肌肉需要 它就去了肌肉 比如说 我今天心脏跳动 需要 需要这个叫什么 染料 需要营养物质 它就跑到我心脏去了 就是把膝盖腺立体是什么 腺立体大家知道就好了 它是细胖的 动力工厂 所有的能量 所有的能源物质 养量 全部是在腺立体 被消化 被转换成 身体可以利用的 直接的能源 叫ATP 叫三菱酸线杆 记住这个东西 ATP ATP是cash 就身体 不管你是糖 脂肪 还是蛋白质 最后都要变成ATP 身体才能运用 那么腺立体就是这个 不管你什么 你过来 我把它变成 ATP的这样一个东西 那么这个肌肉的 这个肌肉 它的能力是不是很强 就取决于太多 腺立体 所以很强重的肌肉 腺立体是很多的 因为它利用能量的 这个能力特别强 大家都 Do I make sense? 你们好聪明啊 这个是我就害怕讲的 我还想讲的 单词讲太多 头盔心晕掉 这是很简单 被利用了 被身体的毛不够利用了 然后呢 经过氧化以后 就变成了 如果身体摄入的 糖脂肪汇的蛋白质 经过充分的氧化 它最后的代谢产物 就是水 二氧化碳和能量 水就是汗 或者是尿液 二氧化碳 通过呼吸 呼出去 所以为什么 拼命讲 你们训练的时候 不要装收你 训练的时候就喘气 而且这个氧哪来 充分的氧化 吸啊 所以就大股的吸气呼气 就不需要学 我是我的习惯 不然我觉得我没口气 效率不高 亏掉 就是我是这样一个理论基础支撑 我是这样传奇的 所以它其实我每个度都是有道理的 所以教练有的时候不讲那么多 但它的东西还是值得去模仿的 一定有一定的道理 好 如果血液里的这些养药 把器官没有用完 怎么办呢 就变成脂肪 多余的脂肪酸 再和甘油结合 这个合成脂肪的位置 肝脏 所以大家知道会有什么 脂肪肝 对 肝脏 小肠 脂肪组织 脂肪组织本身也能合成脂肪 小肠又能合成脂肪 好 脂肪 这个这里面最重要的器官就是肝脏 肝脏是合成脂肪最多的地方 其实肝挺辛苦的 肝挺不容易的 所以呢 我其实有的时候脾气不好 喜欢发火 我就现在经常买绿颜色的衣服 压一压自己 我今天 我知道肝太不容易了 我还不抽烟 我也不喝酒 还不喝咖啡 我就是为了减肌肝脏的负担 但是呢 这个脾气不好 也很伤肝 然后呢 以前我脂肪肝是很严重的 我以前是脂肪肝中度到重度 因为我每年学校都体检了 大佑老师真的寿命很短 我们院每年一到两个癌症 我们院 不是我们学校 就我们体科院 每年都一到两个癌症 就我这个宁静了 就是高危人 就是40多岁到50岁之间 我那个时候已经重度脂肪肝了 我现在没有了 MOP 我现在给我所有的估计 测体脂的时候 他们的内脂都比我高 我应该笑是吧 好的 那么肝脏里的脂肪肝 是通过脂蛋白把它带出去的 所以蛋白质太重的 我们如果脂蛋白这个东西少 比摄物都不够的话 那么它就会留在肝脏里面 慢慢慢慢你的肝就越来越大 最后就是鹅肝是吧 鹅肝 其实鹅肝就蛮反 就是它比脂肪的肝要大两个三倍 就是用卫生脂肪肝给大家吃 所以我不是 好 就很清楚了吧 走 如果我们想减肥 想降低脂肪 那很简单嘛 一个是少吃 对吧 从这个渠道卡住 这个酸化的渠道没办法 有的人会把自己小肠什么绒毛给它弄死 这个我是坚决反对去破坏自己身体的机能 因为 小肠难道只吸收脂肪吗 其他的营养都只吸收不了了 很多想姐妹的女生就是吃一种药下去 把小肠的绒毛 因为小肠绒毛 很多皱褶呢 拉平了一个面积很大 他把这个去掉 把他吸收就变少了 我觉得这太可怕了 因为我真的想健身的时候 我是很饿的 我是要吃很多东西的 我们会往后讲 这个事情不要做 不要在这 然后呢 就用 把它用着 对吧 尽量把它用完 那就出运动了 So easy 好 这就是我们的脂肪 先放在这 往下面走 人体的能量代谢 我们再去讲 糖和蛋白质 糖 一克糖在体内可释放约 4000卡的热量 不是 我都没概念 我挖啥 是多还是少 来脂肪 9.5千卡 脂肪 热量站在 就是我们人体提供能量的 主要的能量图 其实就是脂肪 然后呢 蛋白质 一克蛋白质在体内释放4.3 他们俩差不多 他们俩差不多 然后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我告诉大家 这三个东西 在体内它是怎么被动员的 到底先用哪一个 有没有人能告诉我 这三个谁先被用啊 好棒啊 血糖 对吧 血糖 首先用血糖 然后呢 糖有两种形式在体内储存 一种是血糖 一种是肝糖源 在肝脏里面 肌糖源 一种是血糖 一种是肌糖源和肝糖源 在肌肉里面和肝脏里面 但是糖功能时间很短 糖好像体内的所有糖加起来 就血液中的 就5克 很少 对 那么糖动 工作一段时间以后 这时候脂肪就开始 我们往后看 首先我们看一下 功能的顺序 就是让我开始做运动了 那我们假设这个运动是20分钟 血糖 血糖一般提供什么样的能源呢 它是提供这种大程度 短时间的 比如短的10秒8秒搞定的 那么 因为我今天PPG做的很简单 我觉得大家的就是 我觉得你们的理解力特别强 所以我多讲一点 这个血糖 它提供的是 无氧 无氧代谢 无氧代谢 什么叫无氧 就不需要氧气参与 我直接可以把我体内的血糖和糖脸 变击化学反应后 生成ETP 这样一个反应 那么这个系统 我的能力是很强的 这个系统 就是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我用这个能力系统特别强 最后爆发力特别好 就是短时间的爆发力 我的起跑在体科院 数一数二的 男生都没有我快 哎 你敢听我吧 这个真的是天生的 所以运动员要选材的 但是健身不需要选材 听明白 就是我们体育老师说 这个时候那个听完我就生气 我们真的 炸的学生是非常不道德的一件事情 因为尤其是当你有话语权 你们就是 你们为什么那么听老师话呢 老师说的就是对的吗 我今天讲的也不一定完全是对的 如果你觉得有好奇的地方 你自己去查资料 因为我这两天查了很多资料 学术是什么 是你可以这样说 我可以这样说 每个人说自己的 你用你的科学验证 来验证 你的论断 我用我的研究方法 来研究我的论断 所以关于后面很多问题 我都是开放式的 我没有给直接答案 因为我查了很多文献 结论是不一样的 我们往后走 这个是爆发力 大概提供8到10秒钟 0到10秒钟 大概是他 然后这个是血液中的 游离脂肪酸 从这个时候开始起 这是无氧氧化 我老问我 什么是有氧运动 有氧运动 就是你体内的能源 主要通过充分的 有氧氧化产生 它就叫有氧运动 那什么叫无氧运动 就是你体内的能源 通过这种 无氧代谢产生 叫无氧运动 是不是很抽象 是不是很抽象 就是有氧和无氧 它是 其实真正在生理学 这两个概念 它提出来的依据 是你怎么 你怎么功能的 这样说明白了 你是怎么功能的 如果你通过有氧氧化 产生的能量 功能的 就叫有氧运动 如果你功能的时候 用的是无氧氧化 比如说天球 跳远100米 110米来 支撑100米接力 60米全入我强项 全部都是无氧 因为我不需要通过 你不是说不喘气 我一样喘气 但这个气进去 并我体内的能量供给 并不等着这个氧气进去 没有又憋着球 反正要跳 比如说推前球 这个动作就一瞬间的事 太这个叫无氧 这是一个概念 第二个有氧 就是你必须摄入足够多的氧气 刚刚我画的脂肪 最后的过程 它最后充分氧化 生成 二氧化碳水和能量 这叫有氧氧化 那么这两个不是绝对的 不是只要有氧就不能有氧 只要无氧就不能有氧 不是这样子的 那么无氧还有一个 再多讲一讲 无氧有两种 刚刚讲的那种直接的 就是ATPCP系统 还有一种叫无氧效剂 产生乳酸和能量 那一种是200米和400米的 一种要练的能源系统 好 再考一下 太姐说是再转 你们好不好 我听这么这一周好想讲 就是我们的功能系统 分两大系统 无氧系统和有氧系统 无氧系统又分两个 一个是ATPCP系统 就是我说的0到10秒钟 压急就搞定的那种 对 完全不需要氧气 然后呢 就自己就能搞定了 就分解了 也没有什么代谢产物 还有一个叫无氧效解 它是产生乳酸的 因为它没有完全反应完 那个呢 是大概是30秒到1分钟左右 就是400米左右 特别酸的时候 那个时候其实还是无氧运动 那个叫无氧欲 那么对一个女人来说 她要训练的就是 你的乳酸在受力 比如说 大派涛酸罢的时候 所以说对于每个人而言 你到底是有氧还是无氧 真的不一定 每个人都不一样 那然后呢 就是有氧氧化 所以实际上是两大类 三个系统 Do I make sense? OK 那么除了第一个系统以外 后面这两个 其实是交互的 只不过在运动的过程中 最后一个系统 它的功能会越来越多 所以说运动时间的变长 它的功能系统就越来越长 所以我都是跟业绩聊天 我现在在练长跑 我要隆重推荐一下叶军 叶军他的 叶军你的马拉松 最好成绩是多了 给他个讲声太棒了 她是我曾经的女神 跑军有自己的女神 我有我的女神 这是一个 叶军喜欢露铁 这个最最为好 就是又喜欢跑步 又喜欢露铁的女神 然后我马上新鲜 我要跑20公里 就是也是叶军 其实是叶军串动我去跑 要不然他们喊我就不跑了 20公里越野 不是20公里长公路 公路现在我都不害怕了 是越野 给我不讲声来 我要需要主意 也就是说 随着你运动时间的增加 然后你的无氧代谢的提供的能量 就越来越多 如果你跑两个小时 全是无氧 跟有氧就没什么 讲法 对不起 就是随着你运动时间越来越长 你的有氧供应就越来越多 对于马拉松跑到最后 基本上跟无氧没什么关系 全是有氧的力量 好 咱们看一下 然后脂肪 然后 一般当你消耗脂肪的时候 全部是有氧 全部是有氧 然后呢 这个时候 如果脂肪的摄入不够 或者是运动时间太长 完蛋了 我们就开始消耗蛋白质 那蛋白质这个东西 我是不想碰它的 因为这东西太好 蛋白质在生气中太重要了 我们身体所有的腺体 就是分泌的这个激素 所有的霉 我们的肌肉 我们的头发 我们的牙齿 牙齿对了 我们的骨骼里面 蛋白质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 然后呢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女生衰老 就是因为蛋白质流失太多了 那肌肉也会跟着流失 之后后面要说了 所以我其实不希望 不希望有蛋白质来供能 但是每天蛋白质 还是会去供应地质能量 如果你现在想减肥 你一定要把蛋白质补够 我不希望就是 就不够了来烧它 我们要减的是fat 是脂肪 不是肌肉 就是因为我见过一些 什么排毒什么人 完了都垮掉了 你到底是要美还是要瘦 这个你要搞清楚 首先美对吧 因为我觉得我要瘦 第一个是健康 第一个是健康 第二个是我要美 如果我瘦下来体重是啥的 看他瘦足挺开心的 看他自己不开心 这个减肥是失败的 一定要让自己 就是变得让自己越来越觉得 我喜欢我自己的样子 这个是不要碰他的 永远不减肌肉 记住我们女生缺肌肉 这个是我讲的重点 因为中国 中国的审美观念是白右瘦 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不知道谁给他们的 被POA的 被厂商POA的 好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肌肉是怎样的增长 有流失的 我讲得很快 你们告诉我现在几点钟了 我在讲半秒钟就讲完了 没事 这边人多 待会大家就提问就行了 肌肉是怎样的增长的 这个肌肉这个东西是好东西 因为我觉得中国人 中国女生一谈肌肉就色变 在讲这段之前 我想大家好好讲 那种理念的问题 就是一个人胜而为人 他的肌肉发达 是件值得骄傲的事情 说明你的自然属性 并没有被社会的发展 和现代文明完全泥灭掉 你最后对话 成为只有一个大脑了 反正私之间没什么用 这是不对的 然后呢 我很庆幸自己学的是体育专业 就是在我 就是我不知不觉的 形成了一个健康的价值观 谁都影响不了我 因为我几个女生都很强壮 我是最不强壮的那一个 所以我还觉得 我还不够强壮 但是等你真的工作了以后 他就会说你腿怎么这么粗啊 就是啊 我就觉得我腿很粗 我觉得还行吧 但是跟一般普通的小女生 比确实粗很多 然后现在告诉大家 如果你40加了 你腿一定要粗 你老了你腿才会细的 这是很可怕的 人老腿脚先老 对不对 我说我的理想就是 活到80岁 我还可以自己去爬山 我想去哪去哪 我想吃什么吃什么 对你是挺瘦的 腿细的跟什么伤 那个时候你想腿粗了 你想能不能跨个台阶啊 你想想能不能去 我自己想去的地方 对现在我们女生 因为今天在座的女生 都是非常成熟的魅力女性 那么我觉得抗山老是 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 那么对于年轻人来说 如果早一点健身 她是给自己的就是身体储备 做储备 因为肌肉的流失和身体的衰老 是必然趋势 如果你年轻的时候储备的多 我就是 亲爱的对不起 为什么看你比较弱 因为还一点点 是因为我年轻的时候 是因为弄然 我腿比别人凑好多 我现在腿比原来细了好多 因为我在背课的时候 看了一下 看了一下我刚过来的时候 六年轻的照片 比现在腿粗 还要粗 所以我还要去录铁 不够 其实我也在流失 这是必然的 那么健身是个反人性的东西 它的规律就是衰老和死亡 人性就是这样 我们健身的目的就是让衰老慢一点 让死亡来的更优雅一点 死的时候好看一点 死的迟一点 死的好看一点 是这样的 不要害人 不要害人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是怎么增长的 给个视频 哎呀 有个问题 基本给不了视频 那个笔记本在哪里 就是我要点这个点 我要点这个 就是在这 我放个视频给大家看一下 我直接去我的右盘打开 我这样打开了 看不见了 我如果现在放的话 有个能力 出发 我的有个问题 就是我右盘里链接了一个视频 点那个建筑就能看了 现在我想直接放 先打开 我先打开 就这个就这个视频 我能够放一下 好 在这个视频的等待期间 我给大家把这个 进步子先讲一下 首先肌肉线面的数量 在一岁以前 基本上就不变了 就定下来了 你有多少量 这个是基因决定的 那么有客人在想到 是不是可以一岁之前 给孩子掉点肌肉呢 可以多长一点 对啊 这是科研要做的事情 其实科研挺好玩的 但是目前没有定客 因为一岁以前的孩子 很少愿意拿过来 给别人实验 它需要样子的吧 对吧 就是有科研对这个有兴趣 但是目前学术界没有定论 就是一岁以前的肌肉练习 会不会让一个人的肌纤维变多 第二个就是 增肌主要增搭肌纤维度 和肌纤维的长度 对 一旦数量 固定了以后 如果我想增肌 我就要练粗 我就要练长 那么我经常跟Niki说的 因为Niki是一个 有氧特别棒的人 燕君也是 燕君坐对这了 他就录铁了 如果你想把你的肌肉 痕间面积 就是肌纤维的痕间面积变粗 那你就要做爆发性的 大程度的练习 因为我们以前学过一个力学公式 就是一种生物力学 它的肌肉的爆发力 变肌肉的痕间面积成正比 痕间面积越粗 爆发力越强 也就是肌肉越大 爆发力越好 是爆发力 What is power 在短时间内做工的能力 就是我讲的什么跳远 跳高 牵球 100米 60米 对的 有好的那种项目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炼肠 这是我们增肌的主要目的 第二 通过力量练习 破坏肌纤维 使肌纤维产生生长因子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让你疼 把肌纤维拉伤 拉伤了以后 会重新修复 在修复的过程中 那某个肌纤维变粗 那么这个修复的时候 是不是自己自己生自己练 No 你只有需要补充东西 那是什么 蛋白质 对了 我天天喊蛋白质 别人说 哎我今早吃了一个鸡蛋 我的妈呀 好多用 这怎么够啊 而且你吃了还破了呢 你肌纤维断了 你多多一点 那么正常的人体推荐 中国是很少 我觉得我们要参考加拿大的 就是还根据你的运动量 成年人推荐一到两克 这个特别大的差距 这一到两克是优质蛋白啊 不是鸡蛋 是优质蛋白 所以你在吃之前 你要看一下 优质蛋白含量是多少 你可能吃了一个鸡蛋 就裹了七克 六到七克的优质蛋白 所以我建议大家 是吃蛋白粉 因为我一直在吃蛋白粉 我充分的知道 这完全不够 肯定确定已经不够 尤其我六百以后 我每次训练完 我的肌肉敏感度 刚刚讲到 对前面讲到的 那个运动单元 我的肌肉敏感度 是非常高的 这跟我这么多年 训练是有关系 就是我的运动 神经系统的效率 是非常高的 那么我如果 做硬拉 我的肌纤维 我的运动神经元 动员的肌纤维 肯定比你们多 所以我的训练效果非常好 我真的很疼 每次练完 我每次为一眼球 你不疼啊 从练完下 没人打过我一样 那我回去就拼命的 做按摩饮 我要recover 我就拼命的吃蛋白粉 我一天吃五到六少 我怕我吓到你 我就怕吓到你 但是我告诉你 就是没有问题的 我一点毛病都没有 因为我知道到处疼 那到处都破了 里面到处都破了 要休顾的 我得吃 我吃虾 我吃好多东西 我只要一疼 我就拼命的吃东西 我就吃 但是吃干净的鸡肉 干净的肉 不会吃什么 水煮牛肉了 干锅牛蛙了 这两天才吃的 老子给我借菜 不然就没借菜 就这种点 就白煮就白煮 直接吃 你可能会觉得 他喜欢在这个 这种过的土形生一样 我是想告诉大家 我不是劝你这样做 我也是慢慢变成 今天这个样子的 我不是一天 用一天是个吃货 我是金牛肉 我跟所谓长 不要太馋 其实我吃过饭 都知道我有多能吃 我还说我没放开来吃 每个人的基础代理率 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的天生的 这种食量 消化的为时不一样的 但是它是一个 没有人逼我 它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而且我觉得一点都不痛苦 因为我 但凡我放纵自己吃完 当时是很开心的 吃的时候 那个口感是很好 但是后面 不管是晚上还是吊天 我都非常不舒服 各个方面 从嘴巴一直到出口 全部都不舒服 然后我就知道了 然后因为我以前 你看脂肪肝那么重 因为我还喜欢吃夜宵 所以我挺喜欢 做人生活方式的 就是明天也要吃 是吧 因为方便 你到楼下就要吃的 你住大学里面 吃东西 不要太方便 什么大牌子 就一条件 全是给学生肯定的 全是又便宜 又廉价 又不健康 又好吃的东西 想吃随时都有 夜里只要打开电话 就有人送 这个太方便了 在这边没有有没有的好处 然后现在真的告诉你们 我不向往这些东西 我吃我可以enjoy 我不吃我不觉得很难受 这个状态我非常喜欢 我不觉得 我好痛苦啊 没有人让你立马变成 有这个样子 你可以做这么自己 你可以慢慢来 我就六六七年没来 我就跟他讲 说如果你喜欢吃三个饼 你能再吃两个半呢 这个可以吧 这个可以吧 因为这个饼是糖油混合物 是最容易胖的 光吃油 或者就光吃脂肪 或者光吃糖 问题都不来 但是一货在一起 特别容易胖 这种这个相关相关的报道 我看了很多很多 但是真的好好吃哦 是吧 真的好好吃 吃没有关系 我不是一个敬意主力者 吃没有关系 你要找到一个相同的爱好 去平衡它 比如特别爱吃 那我一定要喜欢锻炼 至于怎么锻炼 你自己选 你自己选 然后呢 就是我也听到 就我们今天在这很多人 他们有其他的锻炼方式 比如说打羽毛球 对吧 还有啥 哦划船 骑自订车对吧 我一听完全是 是有氧移动还是有氧移动的 有氧移动 有氧移动还有一个外部的指标 就是小长度长时间的训练 小长度长时间 无氧就是他的外部指标 就是普通人可以理解的 就是大长度短时间的练习 但是这个是相对的 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吧 对一个高手来讲 对一个比如说跑1000米 或者1500米的高手来讲 400米就属于无氧 那对于你来讲 400米可能有氧 可能是无氧的乳酸代谢 每个人不一样 所以他一久就说 我为什么你们问我题 我不能立马回答 就是知道的太多了 反正不好随便回答 我要撤你那么多调料 我能判断你到底是有氧还是有氧 对你自己要那么说 那么健身最好的方式 就是无氧和有氧相结合 理论上说 因为我们长期的认知就是 有氧是减肥的 对吧 无氧是增肌的 我要告诉大家 有氧是减肥的 但是有氧到了一定的强度 就不减肥了 例子就是我们的教练 我就老收拾老打说太好 就是一个星期 跳12场操的人 就是那么的胖 因为他这个强度 我觉得他身体没有给任何刺激了 接下来说已经没有用了 他只能不断的往上走 不断的往上走 不断的往上走 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 转换运动方式 转换运动频度 人体要适应新的刺激 这个时候他就会去动脑筋 他现在已经很懒惰了 比如说你们跳我的操 跟我跳了20场的人 不管你记得记不得 这套操你跳下来一定很轻松 叫能量节省化 你不会有多余动作 不会有僵硬动作 其实是节省能量的 这时候要换操 换操 你知道我为什么老想着 给你们改其他的项目 要改变了 已经到20套了 已经跳20变了 差不多了 当然不包括那些 不带脑子来跳的人 还是不会跳 还是不会跳 所以你看 就全部都是理论支撑的 不要换 而且运动要多元 我并不是说 你所有的时间都要放在健身房 你应该有自己的爱好 但你要清楚 因为我老公讲 打三个小只羽毛球 我想我的天哪 技能都好优 没问出来不跳 不是这个球怎么打 相互相互相互注意是不是 就大家都是好朋友 你打给我 我打给你 并不是跑来跑去的那种 并不是跑来跑去的那种 并不是抢球强奏标太大 我打过的累死我了 我以前大学生我打过的 打完一场我就管这个真的是 我跟他们专修都打 我就满场窜 碰不到球 我就算我说 打了这个都不能跳的 我跳起来更不到球 所以你要清楚 你做的还是有点 时间长了以后 那有两个好处是什么 对心脏的 对心脏和你的血管锻炼 是非常棒的 就是在运动的时候 不要有歧视 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这个都好 对于你来说都好 身体需要平方位的去动人 然后人体要去学习 就像看书一样 我觉得我们看一本书 是见脑的 但是我们学习 像新的运动技能 身体整个运动神经系统在学习 他在看一本书 他在去阅 所以其实对于运动 你应该是open的 但你一家 我不是说不好 我真的于家做的好痛苦 他让我自卑 做好痛的 我真的做不了 好多的我做不了 因为我的肌肉比较 对吧 比较这个丰脉 然后玩力好多的 他是受阻的 就是完 就是所以呢 拉伸我是没有问题的 简单的瑜伽体式 我是完全可以去愿意练的 但是太复杂了 我想我就 因为做完就 对我的信心是种打击 就是我个人的想法 该练练都没有问题 我非常鼓励我的会员 都去尝试各种运动 然后呢就是 肌肉的增长 是在修复过程中实现的 所以充足的睡眠 我应该可以打个大红字 充足的睡眠 睡必吃重要 睡必吃还要重要 而且我知道 这边每天认真能睡满 八个小时的 美女举个手 我看一下 两三四五六 中和里面中和里面 你确定吗 你们是八个小时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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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随时去 好 就跟我们一样的 我告诉你要 就是吃饿了就吃 困了就睡 人生最高境点 太幸福的状态了 我就是这样 所以呢 就觉得就没心没肺 是一样好事情 那那那我觉得 我是运动以后这样 之前的国内的状态 就是就是教练 就是竞争太激烈了 这个这个是不提了 那么大家记住 能吃想吃就吃 不能这么说 就是不能因为 因为运动饿了 然后开始节食 运动以后 想吃就吃 但是吃东西 刚刚我给大家讲过了 要吃clean一点 要吃的纯天然一些 尽量少加工 就是我基本上中菜也吃 真的很少 真的很少 特别今天特别烧 一个菜我吃一下 我们大家现在越吃越简单 其实我原来在 里亚大的时候也很简单 基本上都是沙拉 然后那水煮都白煮的 那我们家孩子呢 就是跟着我吃 嘴馋的时候 他们会去买肯能筋 摆完以后 我就吃一小块 我就不想吃了 真的告诉大家 但到这来以后 我不是胖了十斤吗 我原来那个 那个味觉系统被唤醒 然后呢 吃了一段时间 我现在又想吃了 我就觉得 就那么回事 就那么回事 就不像以前那么上瘾 关于吃这个事 我最开心的是 我一直以为自己 是搞不定自己的 结果我发现就顺其自然 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我不建议大家 请我吃饭了 再说一遍 我该吃吃 不是说像像尼姑一样 这样真的一个不能吃 我什么都吃 但我什么吃的都不多 我不抱也抱食 而且我的胃现在越来越小 我吃一会儿我就抱了 但是我就是少食多餐 对了我血糖也不是很好 我日身期的血糖是高的 所以我们家有种传的 这个什么这个肠药病 我很注意 后来我发现了 原来少食多餐 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少食多餐 如果你真的很想减肥 你不用克制自己 不要饿自己 你把一天吃的分量 分成三分 分成本来三分吃的 分成六分或者五分 就OK了 你慢慢慢慢 你食量就下来了 但是我不建议啊 我们40家里解决 我不建议你们死靠 控制饮食来 来受伸 这个非常容易 导致蛋白质的流失 所以我希望你们 通过健身的方法 锻炼的方法 好 睡觉 非常棒啊 不够睡的人 想想办吧 睡醒了世界都是美好的 睡不够都觉得 看谁又那么睡眼 然后蛋白质的事 我看啊 我给大家推荐的是 一到两克 每天 你回去排算一下 够不够 好 蛋白质 我还有一个知识点 给大家推荐一下 就是我不建议大家吃素 吃人体所需要的蛋白质 它是由21种氨基酸构成的 你不管 其中有九种 人体是自身不能产生的 是动物蛋白 你必须吃动物的肉 哪怕是吃鸡蛋 你才能把人体所需要的蛋白质合成 所以长期吃素 你去看它又细又软 就缺蛋白质 属软软的 那我就不可能那么硬 整个人看出 酥酥垮垮的 这就是缺蛋白质的一个表现 这个 我去盘算一下 不行吃蛋白粉 因为我没时间在那算 我先吃了多少克蛋白质 蛋白粉是看得见的 我吃了多少 所以你轻轻出手 对了 刚才那个视频 他打不开 他让你那个制式 好像他不支持 没关系 可以 我知道网上下的 其实我每天发的东西都是干货 你们要认真看 不要把它弄在这 其实我们才认真 所以形势还是很重要 其实我今天讲到所有东西 我平时都有发过 只不过我可能没讲得那么透 但是我都有提 都有提 而且比我现在讲的还全面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我的 那个叫什么 微信群里发的东西认真看 就是干货 咦 动了呢 接错地方 把它关掉 等一下 不是什么问题 我把他放进去 我都会上的视频 跟起来 让我 不受理想的问题 一起不连在一起 你看 已经不连在一起了 那重新 重新那个 start一下 我先讲完 你帮我喊一下 它叫merd 重新关一下 再开 是可以吗 好 下一个给大家分享的是 肌肉是怎样流失的 大家都跟我分享 肌肉是怎样流失的 你们有想过有什么原因 会造成肌肉流失吗 Lucy 提问了 老师提问 你觉得肌肉会怎么样会流失 嗯 然后就是 就是把蛋白质作为能量 对 很好 这是我说的 嗯 我你说的吗 嗯 猜猜 想一想 肌肉不使用会变少 very good 肌肉会萎缩 不运动 肌肉就会萎缩 这是一个 很好 想啊 想 吃的太帅 蛋白质不够 非常好 就是 这也是一个原因 蛋白质补充的不够 肌肉也会变少 因为 蛋白质补充的不够 肌肉变少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你的脂肪和碳水 摄入太少 他就也被消耗掉 刚才 刚才Lucy讲的是 运动的时候 把它作为燃料 他就一根本就不吃 他就直接把你身上的 红布当柴火给烧掉了 就是当我们用蛋白质 去提供能量的时候 就是把红布当柴火烧 柴火身上就是 就是脂肪和糖 所以无论你怎么减肥 你就不能不吃糖 不能不摄入脂肪 这是人体必须的东西 但是你要摄入高质量的脂肪 你的糖是不是要适合 比如说你在运动前 和运动后 我比如啊 就比如说咱们跑长跑 之前和之后的糖 是一定要大量摄入的 就是跑长跑之前 因为你跑长跑 那两三个小时 当然我们 因为跑长跑的话 中间现在我 我也跟他们学 就是中间 因为我现在跑这个越野 我会吃一次东西 因为我觉得我够用 我跑之前 我都吃好多糖 各种各样的 比如说早上我可以吃饭 然后我会吃小葱 我会吃 就之前 包括前天晚上 我就开始吃五糖了 因为我知道明天 我们要消耗很大 我不希望在消耗的过程中 去消耗我的蛋白质 但你看 长跑的人是不是都比较的 就是link 都比较link 他们不是肌肉被消耗掉了 后面我要讲的 我要讲为什么 他们的肌肉变成了另外一种形式 变成了那种 比较 耐力比较强的肌肉 就是刚刚讲的了 还有就是遗传 遗传这种没办法的事情 就是每个人 鸡线位的多和少 是先天的 然后呢 我去拿过来看 我去报警 我可以的 我去看 我去看 不是我的问题吧 最近 那为什么特别震撼人心呢 看不到了 我去看 好 衰老的本质 看我还有一个衰老 哎呀 这个忘了说 最重要的 对 衰老 它的根本原因没有讲 我没有去研究这个 就是衰老的 就是必然的 脱发 对吧 掉牙齿 肌肉变少 这是人体的规律 那么从40岁以后 每10年 你的肌肉会降低8% 40岁到70岁少24% 40岁到80岁就少32% 在游戈里面 我现在不懂 它的8%和32% 是按照40岁的标准 还是每年递减 我的理解应该是按照40岁的时候的标准 每年减8% 所以到最后 我们到最后受到 我给大家举了 这个精细的图 我用嘴巴描述 二十五岁的大腿 很简面积 我发到群里了 大家看 二十五岁的大腿 就是三岁的大腿 但是我觉得 那个三岁的大腿还挺好的 还是比较健康的大腿 如果你敢不断 你试试看 就是三岁的腿 还不如这个 所以你要腿细吗 你看完这张图 你告诉我你要不要腿细 粗就粗一点吧 就是 就是脂肪会越来越多 肌肉会越来越少 不是 你发到我们群里了 对 大家可以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对 这是第一张图 这是第一张图 后面还有一张图 像油牌一样 油牌的图 所以你到底说 你不能追求腿心 你要追求你腿上还有多少肌肉 还留多少 你看你钱还算多少 发出来 有机场 哈哈哈 教练不是怕你核心吻吗 是有道理对你操吗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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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对对 thank you 好看一下啊 这个可能看上去好吃 但是我肯定买的一包住了 同一方是吧 ok ok 就这个啊 这个就腿 你知道我每次看到自己腿酥特别得意 我发生内心的得意 就是我还牵着你 就是我要解脱我腿 我腿不要像你一样错 我就想你拼帮我腿一样错 我这么多年的运动积累下来 这是我的资本 这是我银行里存的肌尖威 然后我现在还天天往里存钱 你还想不想我能够有钱 那随便你 而且你很难了 就是现在 我觉得这个年龄在启动 能抑制住不掉 非常棒 如果想让自己变出 可以 那你付出到这年轻人 多太多倍的你 太多倍了 就因为我们现在年龄 就是不进得退 你现在做的努力 不知道强度多大 只可能是不退 或者是退少一点 我还要往前走 还要返老返童 可以 我是一个比较积极和正直量的人 永远是可以的 从事实力上可以 那你要加油 就是我们也看到 六七十字 你肌肉很发达的这些女生 他们也做到了 就是他是人 我也是人 他行我也行 他做了什么 你能不能做到 你做到哪 你也可以 我觉得大家不要否定自己 就是我不行了 你行的 而且我真的觉得 就是我给大家训练 因为我发现 因为我以前做思照的时候 我今天的人群 是这个年龄阶段的 因为我是 这个说话说完是不是有点 我就觉得我最欣赏 这个年龄阶段的女生 就是很知道自己要什么 而且他的耐力是特别棒的 力量不比二十几岁差 就根据你现在的状态 因为一个好的运动员 他不仅是肌肉强 他还有一个很强壮的heart 不是心脏强 是意志力坚强 那这个年龄阶段的女生 上下左右 他都要去权衡 所以我们现在是最棒的年龄 所以我们现在做什么 都OK 因为我作为一个教练 我太清楚了 这个人也许条件非常好 他不能吃果 他一面就哼哼 然后他就说 那这就行了 我说那这就行了 谁想不想 你没事一下 那胖子你条件好吗 那是练不出来的 那就是 就是他的意志品质是特别重要的 如果我 因为我是个就是 我省队的教练 我是非常看重一个人的意志品质的 哪怕他先天不是非常好 这个都不重要 后天的努力是可以去 比如说我们比 就是就跟马拉松一样的 他只跑 他只跑一百米 他跑四十二公里 我虽然跑得很快 但我结束了 他一直在跑 搞过他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就希望 让我们每个人对自己充满心情 就是你你练一个月 我练十年 我一直练到我练不动 我练到死 那我肯定比吧 我肯定活得比你长 我状态肯定比你好 好 我们看到这个腿啊 要细吗 要细吗 现在看到害怕就对了啊 然后他哦 好漂亮 太好 看到这个腿 我觉得有点害怕就对了啊 下面这这这 这个是这个是老腿 这个是小新腿 这年轻的腿 再认真看一下 白的脂肪啊 我年轻的时候腿 真是一点肥肉都没有 我现在腿上也没有肥肉 以前细了 但我以前细了 以前腿是真的粗 两个人站在腿上 我都喝得住了 我那天带着孩子们 站在腿上站一会儿 我说行了 我说喝不住了 你开始给我敲腿 我都站不住了 我当时想 卧靠了 这三个小屁孩 我都喝不住了 以前两个大孩子 比如我们同学 站在腿上 我都稳住 一点一个 我抱得稳稳的 这就是 我得承认 我也老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跟年轻人在一起 亲爱的 不要跟 就是不要跟同龄呢 或者说是 你健身 你不要跟同龄 跟你弱很多的人 一起去健身 你觉得自己特别厉害 你会觉得你特别厉害 你找个年轻人体 你往那一站 你知道 我不是家庭 这就是不一样的 你跟谁在一起 这很重要的 领养不良 刚刚讲过了 遗传 好 关于遗传 我多说一点 自己给我讲 给彦均听 就是白鸡和红鸡 大家听说过吗 快鸡和慢鸡 OK 人的肌肉分两种 就是它的功能不一样 它的形状也不一样 分两种 就是我们讲骨骼肌的两种 就是白鸡和红鸡 快鸡是白鸡 红鸡是慢鸡 红鸡里面血红细胞多 所以它吸氧能力强 所以这个肌肉 它的耐力就没有好 但是呢 红鸡就是耐力鸡 红鸡耐力好 但是红鸡又细又小 但是白鸡呢 耐力虽然不好 它的痕迹面积又粗又大 所以如果要增肌 那么如果这个人很强壮 这个人看上去 它的白鸡一定多 那你看 我们看奥运会的那些 马达聪选手 长途运动员 他们肌肉不发达 他们肌肉现场很漂亮 但他们全是红鸡 它肌肉很小 看上去体积就会很小 那么这两种肌肉 可不可以转化呢 可以的 可以的 就是说 如果我们 我是一个 这个叫爆发型运动员 我是搞这领套的 我的比赛时间是1分20秒左右 我只要把1分20秒左右的能量就比完了 那么我如果长期进行马达聪训练 我的白鸡会变成红鸡 所以我看来是身材可能瘦了好多 脂肪也少了 但是我的肌肉 它不叫流失 它变了 它变成小肌肉了 变成那种精致的小肌肉 但是我觉得我可能还希望自己看去再丰满一点 还希望自己的肌肉看去变得比 线条就是更Q弹一点 那么如果倒过来 这个人从事马达聪运动 他要把他的红鸡变成白鸡 变不了 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 燕军 就是我看了很多文献 有的说完全变不了 有的说很难变 就是说如果变的话 比例也是很低的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一个马达聪运动员想增鸡 他就要想办法 那我跟你一起变点燕军 我肯定来得给你 因为我白鸡给你 你肯定有白鸡 但是你白鸡纤维肯定少 跟我比起来 肯定比我少 所以我不是说好和不好 都漂亮的 其实一个马达聪运动员的身材是很漂亮 你要符合中国人的实力观点 就是穿衣血瘦 脱衣有肉 他虽然很瘦 但他的肌肉线条是很漂亮 就看你到底要什么 所以你要清楚你要什么 那你在训练的时候 比如说你健身爱好 比如说你挺 真的爱好 他比我还热爱健身 那么如果你想让自己的肌肉变大 你是不是要凑乱你平时最有氧的这个时间 要增加保养的时间 如果说比如说我 我觉得我还是胖 我特别喜欢那个特别拎的感觉 那我就要减少我的这个训练 增加这个训练 我不是从你的形态目标来定位的 但是作为一个 健身的一个 如果给你的建议是两个多少练 两个多少练 但是不能时间太长 时间太长以后 他会转变成这个了 你说我每天跑个什么五公里 没有问题 没有人家不用紧张 但是跑马拉松 或者跑半马 这肯定是会过去的 这个肯定会变成红肌 因为你成绩只要上来 就代表你的红肌线越来越多 但是身体是会做选择的 身体是很smart 还有为什么我说 大家不能过度的去控制饮食来减肥 因为这样的话身体会觉得你缺燃料了是吧 好我就降低使用率 你的基础降约率就下来了 你基础降约率下来以后 你再再饿自己就做不了了 就那样了 而且变得又不好看 精神都不好 然后呢体积也不下去了 就是这个道理 身体他会自己做选择的 所以这个时候一个是我们一个什么减肥餐 叫什么 sorry 叫欺骗餐 每个礼拜吃一顿 最高兴这件事 吃完了内地就不纠结 一个礼拜吃一顿 就是你告诉肌肉 其实告诉身体 其实我还是可以吃好的东西的 就是我 我会给你足够的能量 去骗他 不让他觉得我的基础降约下来了 哎呦那我就开始减 那么还有呢一个最好的方法 还减肥最好的方法就是增肌 你增加肌肉 因为肌肉的蛋白质含量特别高 肌肉的线粒体特别多 线粒体刚刚说过了 它是身体的能量来源厂 这个时候的所有的 这个叫什么 能量代谢 全都是在线粒体完成的 肌肉的线粒体含量特别高 有了肌肉以后 你的肌手代谢就会特别高 肌手代谢高了以后 减肥自然是 我看过一个报道 没打上去 就是你的体重 你的肌肉只要增加5磅 肌肉增加5磅 不容易啊 但是听起来也不容易 对于你们来说 对于你现在已经开始 撸铁的人来说还是可以的 搞有点长肌肉 既往是不太可能的 那么长5磅 这个时候你每天的饮食不变化 还是这样吃 你一个月就会少一磅的脂肪 一个月 一个月一磅 就这样 就长5磅的肌肉 一个月少一磅脂肪 一年就12磅吃 就你其实增肌是解决你 减肥最好的方法 提高了你的基础代谢率 今天要理解了吧 我认为这是最好的减肥方法 我们这个年龄本来就要增肌 这最好的 所以我觉得你们减肥很简单 你不要控制 你们都有铁 你有氧该做做 有氧一定要做的 有氧对心脏有个好处 你光有一身的疙瘩肉 你心脏坏掉了 或者你血管坏掉了 底下就没有了 特别你也见过运动员 他们会用什么各种什么激素 他实际上他肌肉很壮 他该走还是走 心脏最重要 我说一下就是在所有的内脏器官中 心脏就是发动机 心脏坏了就结束了 那我这里有氧运动最大的价值 就是健心 心脏和血管保持它的弹性 和它的这种肌肉的 因为心肌是要棒的 心肌的力量也很重要 肌肉增肌 包括增加心肌 你的肌肉强 你的心脏一定强 讲解我 这是相通的 你的肌肉强 我们在练运动的时候 比如我们在做大强度的HIT的时候 你心跳是不是特别快 刚开始练的人 是不是会头晕啊 是不是会耳鸣啊 会站起来看不见了 是因为这时候心脏的能力不够 它不能把血液送到大脑里里去 棒不动了 如果我们平时的血液流量 如果是1的话 运动的时候是3到4 它根据你的强度 这个时候心脏不急 不急的风雪 动不动的时候 哎呦我头晕了 上不去了 这个时候就坐下来 蹦不上去了嘛 那就坐下来 它的压力就会小一点 就就会躺下来 躺下来是最舒服的 因为心脏的大脑 在一条线上 就是说心脏的压力 就会越来越小 好 讲到白肌和红肌 先加清楚了吧 没有好和坏 但是你要清楚 在你身体上 现在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疾病 肌动症 我就随便讲讲 这个反正我们身边没有 但是现在听的越来越多 肌动症就是运动神经元症 运动神经元出问题了 它的传导冲动不能高大肌肉 不能高大肌纤维 这是我刚刚讲的 有氧运动到底耗不好肌肉 我也查了很多的资料 我应不应不 我在跑长跑嘛 所以我现在我有我的策略 长时间有氧这种 会消耗部分蛋白质 那到底多长呢 多长呢 我查了好多 并没有明确的说时间 有一个给了我两小时 所以我认为 我觉得就是 你跑半个小时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跑马拉松 或者是跑半马 或者是跑越野 这个时候如果想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长时间一晚 会消耗不准蛋白 那怎么办呢 补充啊 就一边跑一边吃 一边跑一边吃 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但是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就是白肌和红肌的相互转化 白肌可以转化为红肌 但是红肌不能转化为白肌 所以这个东西 大家在训练的时候 自己要学于思考 看你到底要什么 都没有问题了 好了 下面是报告时间 就是六月份尊把班 关于尊把我要认真地讲 我觉得 我觉得 开公司肯定是要养活自己 但是我觉得 我把当时都是一份事业来做的 就是你在盖房子的时候 你在搬砖 到底想的是什么 你想的是搭个灶 还是盖个楼房 我想的是 这是一份事业来的 所以我今天很认真地对待 我所有的这个 我做的事情 很认真地对待大家 我老说你不要珍惜我 我想做个企业家 我不想做个小business man 企业家是有社会责任感 我觉得今天的沙龙 就是社会责任感 但是我希望大家 一路跟着我往前走 有你们 我会有压力 也会不断地成长和进行 因为我如果办沙龙 我是不是要不断地去成长和学习 那么我相信 跟我走过一段时间的人 你们学到的东西 对你们这辈子都是有影响 然后我希望大家养成一个习惯 就是要学很多 跟自己相关的东西 我让老师听别人讲 我希望大家怀疑我讲的东西 因为我们说了吗 很多东西我查文献 它文献结论都不一样了 有的这样讲 有的那样讲 没有对或错 你可以根据你的体验 我觉得我还能站在这 是因为 我有我健身的和病毒的 这么多年的体验 我是有经验的 所以我会总结我的东西给你 我不保证它肯定是对的 学术界是没有定乱的东西 说病10年20年 很多东西就推翻了 但是你要去抱着一个好奇的心态和怀疑的心态 去了解跟你自己相关的东西 不是商人给你什么 你就要什么 你要问为什么 后果会怎么样 这个东西到底行还是不行 都问了几个为什么 你自己变得smart 你训练的效果会非常高 我跟你沟通起来就会非常的轻松 这个大家基本上都是报道了 下面 非常感谢莉莉 其实我刚来创业的时候 我是很需要平台 需要人去认知我的 我说我这么多年 我是个很低调的人 真的很低调 现在低调不了 不能低调 我说我这么多天在牛 吹得救救的 但是也特别多 不行的告诉别人 我干嘛的干嘛的干嘛的 如果不讲 别人不知道我是谁 那我就主动的找到莉莉 我这个人做事很直接 我说你需要的 我就愿意帮忙 我非常感谢莉莉 因为他做了很多事情 都是从我的角度来 给我考虑人去的 然后我刚刚说过 我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 我想做的是企业 不是一个简单的生意 什么叫社会责任感 就是因为你的企业的存在 整个社区 因为你的存在 会变得不一样 我要去用我的文化理念 和我能做到的事情 带着大家一起去 把自己的生活干得更好 那么 所以我跟你说 你这边只要需要我 我随时有功 这就是态度 因为这个红业文化协会 它是一个非营利性组织 这是一个丰富我们华人 一个就是 就是业余生活的一个 就是 非营利性组织 我觉得它特别有意义 我如果有精力 我都想做这些事 其实沙龙有问题上 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这个月 从夏天 每周晚上有一节的 那个现场课程 就是现场课程 如果大家有朋友 就不在我身边的 就可以去上现场课程 在我身边的来 给我上 给我上线下课程 然后还有点事 我要用力去给大家推广一下 这是我的理想 这是我的理想 我是个教练 我是个运动员 我就是干这个的 我到了这以后为了身从 考了很多证 那对于我来说 赐教也好 尊马也好 对我来说 跟健美操比起来 那这个 这个是更专业的 我这个不要太专业 那我现在这个班 还没有开 是因为刚来的时候 很多事情 我决定这个暑假 把这个班开起来 我跟他讲 它的远景是什么 这个项目 它小众嘛 在这儿小众 健美操 叫Aerobic Gymnastic 它是隶属于 世界体操联合 会下六个项目中间的 一个项目 它有世界杯 有世界竞赛 但它不是奥运会项目 那在中国 不是奥运会项目 是不受待见 因为中国就是 叫什么 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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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体制 就是国家给的钱 就是当面去扶持奥运项目 那 到了这以后 我发现 这边居然没人搞 但是我查了一下 安省是有比赛的 我在萨省是没有比赛的 然后找到了 萨省的几套联合会 他们很高兴 因为没有这样的人才 他们不是不想做 是没有这样的人才 然后呢 我走之前 跟萨省的几套联合会 打成协议了 因为他必须两个 俱乐部才能比赛 我是那儿唯一的一个俱乐部 但他们所有的比赛 都会推报我 让我去带他们去 带我的孩子去表演 我那个时候 带我的孩子 他训练了六个月 我们就去表演 然后他已经让我去 给他们做培训了 他也找不到人 过来培训 然后呢 我到了这以后 因为我刚开始过来 很多东西都没有到位 我决定这个暑假 把你班开起来 哪怕只有三个人 我把班开起来 因为在安省的话 比赛要比大省更好比 这边是有条件的 这边四年前 疫情之前是有比赛的 而且加拿大代表过 加拿大主播代表 就参加过市集赛的 虽然成绩又怎么样 我看一下视频 特别有信心 可我们一定会比得很好 这个这个搞起招式 中国人很厉害的一个 所以把孩子交给我 两年我们就给打比赛 加拿大没有比赛 我们就到美国去比 我们就可以参加市集赛 whatever 然后呢 我是觉得 我非常高兴的就是 这个是我特别想做的一件事情 我还想去考这个裁判 因为在这二大 我感觉到很多机会 我是可以拿得到的 在国内不是的 在这边你只要努力 你就有机会 我可以去考国际裁判 我可以去考国际教练证 我一步步往前走 对我现在呼唤大家 如果你身边有这种 闲着的孩子 可以拿出来给我 两年一同 至少还你给省冠军 至少还你给省冠军 两年就可以 我现在这边孩子的 周末素质特别高 因为是我们不会让他们闲着的 他们不是练过这个就练过那个 拿过来我都可以用 改造一下 因为运动是相通的 运动是相通的 因为我的想法很简单 我有队了 我就开始启动 萨神的这个剑柄操比赛的这个系统 我开始狠狠 就跟他萨神一样的 按时把它启动起来 他们都是全的 我看我的协会都在 就这段时间没有比赛 没有人去搞这个 我来 我再来一会就要启动 这就是非常有益的 而且你先弄 你就有机会吗 两个队比赛 你知道第二名吗 对不对 告诉大家 我第一次下个比赛 拿了个亚军 一共三个队 你小死我 我第一次去比赛 我还害怕 我脚太差 就有人比我还轻 然后我去第二名 现在就发现了 就是你不用管他 你去比就好了 你不用想那么多 接着你第二名 一共三个队比赛 对吧 第一名比我好太多了 但我比第二名 第三名好一点点 我就是第二名 所以我就想去说 如果你想让孩子见世面 我觉得这是对的 不会想带着我们的中国人 在这边展露头角 展露头角 这是我的理想 如果你们有亲戚朋友 推荐给我 暑假我会搬下银 七到十二岁 我要小学生 小学生有时间 到了中学以后 学校率比较紧 因为我可能要带他们出去比赛 我可能会经常带他们出去比赛 一个运动员 如果不比赛 永远不会